半般有鮮奶政策因为需求量庞大 有学校至今仍订不到鲜奶 订到鲜奶的学校因为厂商送货时间 以及数量不定 有时一周得喝三到四次 有学校就以一周登记一次 让喝腻或是乳糖不耐症的学生可以换豆浆 但是豆浆也因为招标的问题迟迟无法订购 还有学校因为得跟其他的学校核订鲜奶 也因为两校的形成表不同 导致配送难以配合 货车将鲜奶栽到学校后 师生合作分装到保冷袋 高雄男子的菊光国小和副社幼儿园 学生共约一千三百多人 十月中旬后订到鲜奶 学童一早人手一盒鲜奶喝得很开心 基本上学校有订的话 我们这边产商的量能在这几周都已经 在足够的去做配合跟调整 基本上都是可以达成 半般有鲜奶因全国需求量庞大 以高雄为例 部分学校十月中之后才订到 请要配合厂商送货天数跟数量 有学校一周喝四次 而一周喝三次的菊光国小 也有同学觉得有点腻 你猜点何道理 我们以一个礼拜调查 所以他这礼拜 比如说他喝了三鲜奶 他觉得不大合适 那他就要跟老师讲说 他想要换豆浆 那原则上主任这边都会登记 去教育局统计 目前高雄约有两百多所学校 已跟厂商敲定配送 近全是八成 但有学校因数量及路线关系 需跟其他学校核定出现配送问题 除了订购跟配送问题 乳糖不耐症的替代方案 豆浆同样让学校伤脑筋 因为豆浆至今人无厂商可配送 有学校营养师私下表示 豆浆的南区厂商招标再次流标 究竟学生何时能喝到豆浆 恐怕还是未知数 记者陈焕与陈显坤高雄报道